这个老舍的父亲正好赶上八国联军侵华 所以在攻入北京城的时候 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护军 就跟这个八国联军的这个士兵战斗 然后就死在了巷战当中就去世了 就死了 当时老舍刚刚还不到一岁啊 所以他小时候其实主要是靠着他的母亲带大的 而且因为家里面没有父亲呢 所以他的母亲又当爹又当妈 很不容易带着他一起 包括他们这个姊妹几个 对吧 还有几个姊妹 还有家里边还有其他的孩子 老舍是他家的这个儿子 但是家里边还有几个姐姐 好 我明天好好读一读老舍的我的母亲 看一看这个 他对于自己母亲的这种情感是怎么表达出来 第一段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得胜门外 土城外边 通大中寺的大陆上的一个小村里 我们今天有很多是北京的同学 提到这些地名 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如果你去过北京 什么德胜门啊 土城啊 大中寺啊 这都是今天依然在这么叫的 对吧 而且这三个地方 今天都有地铁站 他说娘家是哪的 是北平的一个路上的一个小村里的 也就是说其实是北京人 但是是北京的属于村里面的啊 不算是城里面的人 村里呢 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当然他的母亲也是马家出来的 大家都种一点不十分肥美的地 就是种地 但是呢 这个地不十分的肥美 也就是说 其实母亲的这个家境属于很普通的 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呢 也有当兵的 做木匠的 做泥水匠的 当巡查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 却养不起牛马 人手不够的时候 妇女也便需要下地做活 这是这个老舍在写我的母亲的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他要讲什么呢 他其实告诉你母亲的出身 出身 农村 而且从小就下地干活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是未来啊 给这个母亲的性格打下基础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读完这篇文章 你会发现的老舍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 非常勤劳的人 他的很多美好的品质 都是在农村种地的时候 这个慢慢的养成的 练出来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 很多时候呢 这个 未见得 你在生 你生在一个养尊处的家庭里面 就是一件好事情 也说未见得 你生在一个需要吃苦的家庭里面 就是一个坏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 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热爱和平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热爱和平 从历史上来讲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农耕文明 我们跟欧洲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这种海洋文明呢 它属于到处跑 跑来跑去 所以你看欧洲总喜欢殖民 而我们呢 就是农耕文明 我们是一块地 祖祖对别就在这 然后也不去别的地方 对吧 所以我们特别不喜欢打仗 我们特别喜欢就是 大家都最好一亩三分地 都在自己这个地方 那同时呢 这个农耕的文明呢 也使得我们养成一种勤劳 这样的一种习惯 就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 最勤劳的民族之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一分耕云一分收获 这就是种地交给我们的道理 对不对 就是你种了地你努力了 你就能够有收成 你就能够吃得饱 你不努力你就吃不饱 这就是我们 这个自古以来 留下来的一种平德 所以我们今天讲说 中国人是最爱和平的 这是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因为有历史 同样的呢 我们如果这是大到国家 小到个人 小到个人也是如此 就是我们如果 有过这个在农村种地 长大的这个经历 首先它的品质 一定是淳朴的 往往是淳朴 为什么说是善良的 因为大家没有害别人的心 对吧 没有想要抢别人的东西 就是老老实实的 比较老实 比较淳朴 同时呢 吃苦耐劳 对吧 又很勤劳 早早的就起床 要忙到很晚 才能收工 所以它写 这个母亲的出身 其实是有原因的 就是为后面母亲的品质 它告诉你这个品质是怎么来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 对于姥姥家 我只知道上述的这一点 至于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去世了 更远的族系和家世 也不晓得 穷人 只能够顾眼前的衣食 没有功夫 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 家谱这个字眼 在我的右脸里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老舍如果论家谱的话 他父亲那只 其实是可以论家谱了 因为老舍是满族人 你知道生在清朝 满族那是正儿八经的贵族 老舍还是八旗子弟里面的正红旗 只不过呢 他们家也是没落了 而且他的父亲 也是相当于被大家族赶出来的 所以老舍很小就没有了父亲 父亲这只没有家谱可言 母亲这只也没有家谱可言 对吧 就本来父亲是可以论家谱 但是父亲死得早 在家里头脑白了 母亲呢 就是农村出身 穷人 没什么家谱 好 我们来看第二段 母亲生在农家 所以勤俭 诚实 身体也好 你看这里边这个所以是有原因的 生在农家 正是农家的这个经历 使得我的母亲 养成了这样的品质和这样的身体 勤俭诚实是他的品质 对不对 然后身体好 是他的这个外在 勤俭诚实是他的内在 就这里边为什么会有一个所以 我刚才给大家简单的解释过 就是因为在农村勤俭 对吧 就是你这个好不容易 我们以前讲说好不容易种出点粮食来 肯定是勤俭节约的 肯定首先是勤劳的 不勤劳 你吃不上饭 其次肯定是节俭的 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很不容易 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有的同学吃饭不爱吃 这个不爱吃 那个不爱吃 你自己如果去做一顿饭 这顿饭是你自己做的 你什么都爱吃 因为你付出了劳动 我们以前有首诗 大家都知道 出和日当武汉的一盒下图 为什么 这个盘中餐 能够美丽都珍惜 因为历历皆辛苦 因为你自己种的 你自己知道你当初付出了多少努力 起早贪黑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国人养成的这种习惯叫情节 跟我们的这个农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的这种农耕的文明是有关系的 所以母亲也是这样 母亲很勤俭 母亲很诚实 为什么呢 就是在农耕文明当中 对吧 诚实是一种美好的品质 就是干了什么就有什么 没干就是没用 所以大家不撒谎 撒谎没有意义 逐渐的养成这种勤俭诚实的品质 当然我们农耕文明对应的 比如说游牧文明 或者是后来西方出来的这种商业文明 是完全不一样 商业文明不会让你养成勤俭的 诚实的品质 不会 对吧 商业文明不是说我今天赚的钱 是因为我干的多 绝对不是 你可能正好是 大家都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恰好就你有 所以你就这个要的价格高 然后就卖的贵 然后就赚的钱多 对不对 这个跟结界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钱不是你省出来的 钱是你挣出来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这种美好的品质 其实跟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身体好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每天干活 对吧 所以这个自己的身体也棒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 他说虽然这个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 我之为我恐怕也要大胆的打一个折磕 如果我的母亲不是这样 我今天也不会是这样 也就是说母亲给了这个作舍老舍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影响 我们经常讲说 子女受到的最早的教育是什么 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 是家庭教育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而且是影响一辈子的最深远的老师 所以我们经常说 这个父母要起到好的表率作用 有时候这个父母自己整天骗人 要求孩子诚实 这是不太现实 父母整天偷懒 要求孩子勤奋 这个也挺难 对不对 我的母亲就是因为勤俭诚实 努力 对吧 所以呢 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榜样示范作用 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 所以她从这个母亲的出生的家庭开始讲起 然后讲到母亲的出嫁 她说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大姐 现在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了 而我的大外甥女比我还大一岁 就是老小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还是个年轻人 对不对 那她说她的大姐比她大一一辈 相当于大姐的女儿比自己都大一岁 所以她说我的母亲出嫁是很早的 也就是她是自己母亲的 很小的儿子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 但是能够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和我 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我 也就是说这个母亲生了几个孩子 八个孩子 对不对 算是老守我吗 就是一共生了八个孩子 但是长大的活下来的只有五个人 我是老儿子 这老儿子是北京话 就是最小的那个叫老 我们今天北京还是这么讲 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惊呆了 就比如说这是我小姑 这是我最小的姑姑 他们叫老姑 都这么讲 对吧 他说我是老儿子 这是我是小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41岁了 大姐二姐都已经出了歌 出歌的意思就是已经嫁人了 然后所以这个母亲生我的时候 大姐都已经生了大外甥女了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女子 是吃苦耐劳的 是这个不计付出的 不计回报的 对不对 勇于付出的 由大姐二姐所加入的家庭来推断 在我生下之前 我家里边大概还能过得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中国人嫁人啊 讲到一个词叫门当户对 所以有时候你看他们家嫁了个什么人家 你就知道他们家过得怎么样 他说我看看我大姐和二姐嫁出去的家庭 我就觉得我出生以前 我们家应该还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大姐账是做小官的 二姐账开酒馆的 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呢 我生下来之后 就这个家到就不行了 首先是这个妈妈身体不好 这个生的时候生的很麻烦 运过去半夜 才睁眼看着他这老儿子 第二的是生下来没多久 这个父亲也死 家庭就完全不幸 他说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的时候 母亲用过去半夜 才睁眼看见他的老儿子 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 智慧动词 一岁半 我就把父亲给磕死 哥哥不到十岁 三姐十二三岁 我才一岁半 就是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的大姐和二姐出嫁了 他还有个三姐和三哥 三姐呢十二三 三哥呢八九岁 还不到十岁 也就说到今天 这个三姐多大 就是上初住 对吧 这个三哥上小学 五年级 大概这个样子 我呢一岁半 这时候 妈妈一个人 带着我们三个 独立抚养 他不但要抚养我们 而且父亲的寡姐 跟我们一块住 什么叫寡姐 就是我的爸爸还有一姐姐 这个姐姐没嫁出去 是个老姑娘 所以叫寡姐 或者说是个寡妇 同时呢 父亲又没有 这个其他的兄弟姐妹 所以他就赖着我们家 到我们一块住 而且这个寡姐 我的这个姑姑啊 吸鸦片 喜欢大牌 又抽烟 又赌钱 脾气还特别差 你就这么一个人 按理说其实母亲 完全是没有必要迁就她 但是我的母亲的 这个脾气特别的好 我的母亲的人心特别的好 对吧 为了父亲 虽然父亲已经死了 但是呢 他依然在照顾着 这个寡姐 这个姑姑 为我们的衣食 母亲是要给人家洗衣服 缝补或者裁缝衣裳 就我的母亲 怎么去养活这一大家子 三个孩子 加上一个 整天抽烟打牌 脾气差的 小姑子 对吧 他叫大姑子 不叫小姑子 大姑子 就是比这个父亲的年纪大一点 他主要是靠着洗衣服 缝补 裁缝衣裳 这是中国传统妇女的 比较会做的事 就女工活 同时加上洗衣服 在我的记忆当中 他的手 常年都是鲜红 微肿的 为什么会鲜红 微肿 你知道洗衣服 对吧 把这个手 肯定是是每天搓的红的 尤其是等到天冷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也要洗 我们不是说只有夏天穿衣服 冬天不穿衣服 冬天也穿衣服 穿衣服就要洗衣服 对不对 母亲是常年给别人洗衣服 然后又要缝补 洗衣服 把手弄得很粗 缝补呢 却需要你的手 干这个针线活 干细活 所以这个手上经常就是一道口子 有的时候经常就会肿起来 对吧 鲜红微肿 白天他要洗衣服 洗一两大绿瓦盆 母亲白天给别人家洗衣服呢 一大盆一大盆的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绿瓦盆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还经常见 就是一个大盆 人是都可以坐进去的 那种大盆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农村 我们没有这种什么淋浴 你想的美 对吧 大家都怎么洗澡 一般情况下就是两种洗澡法 在农村 我小时候啊 第一种洗法是去河里洗 但是河里呢 往往是老爷们去河里洗 女的没有去河里洗的 对吧 这个不方便 那第二种洗法是什么 就是搞一个大盆 那个盆真的比人还大 就是你整个人 一个大人成年人坐在盆里面 完全是坐得开的 就是一个大盆 然后自己活着洗一洗 他说就是那么一大盆 母亲要洗 要洗一两大绿瓦盆 满满的 所以这个劳动量是非常大的 他做事情永远丝毫也不敷衍 虽然母亲活得很苦 但是他做每件事情都特别的认真 应该这就是我们传统的 劳动人民的优秀的品质 就这个事 非常非常的琐碎 然后要干很久很久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个头 但是每干一件事情 都特别特别的认真 我觉得品质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后来很多的 你像老朔这样的家庭 他的母亲其实也 对吧 也不认字 也不怎么识字 然后呢 也没文化 但是教育出老朔这样的 中国的文豪人民艺术家 为什么 品质最重要 做任何事情不敷衍 特别认真 这个孩子就会受到影响 他说就算是图护们送来的衣服 送来的图护你知道是干什么的 杀各种动物的 对吧 杀猪的 身上全是油啊 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 就是图护又身上又是油 又是这个脏 然后这个男的 对吧 又比较粗眼 不怎么讲究 穿的这个袜子 黑的跟铁一样 又黑又硬又脏又臭 又油 他也会给他洗的血白 这就是母亲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后每个人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最后做什么事情 就你以为是你决定的 其实不是你决定 对不对 其实是每个人有这个自己的命运的 但是你可以决定的是 我不管做什么 我能够保证我做的这件事情 一丝不苟 认认真真 这是我们人可以决定的 所以哪怕是母亲给别人洗衣服 给别人洗袜子 哪怕是像图护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子 他也给洗的血白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 同学们用自己要好好学习 有的同学说那我长大了 我也不一定干这个 其实干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一丝不苟 这个态度最重要 你今天在学习的时候都不能做到一丝不苟 你未来做什么事情也不可能一丝不苟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每个同学来讲 其实你今天的每件事情 你的学习的事就是在修炼你自己 你真正最后得到的并不是那个说 我会做题了 你可能长大了之后到了我这个岁数 你不需要去做题 对不对 但是你通过学习过程中养成的这些品格 会跟着你一辈子的 我们其实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 对吧 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不断的修炼自己 而我的母亲 做事情是毫不敷衍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母亲是我的老师 不是说母亲教了我做题 母亲教了我怎么写作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因为你最后永远只需要 永远是靠你自己去走 母亲真正教给我的是做事情永远不敷衍 永远认真 不怕苦不怕累 不管这个东西别人的多脏 不怨天不由人 自己把自己的该做的事情认认真真的做好 这就是最好的老师 晚间他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 还要缝补衣服 就白天要洗两大盆 晚上还要跟三姐一起抱着油灯缝补衣服 一直到半夜 年年如此 天天如此 他终年没有休息 从来不休息 可是在忙碌当中 他还是会把院子屋里收拾的清清爽爽的 你看这就是我的母亲的优秀的品牌 不管自己的命运怎么样 对吧 尽管他那么年 那么早 就是自己的 他有三个孩子没有成年 然后没有嫁出去 没有长大 或者甚至有一个刚生出来的 没多久的 然后他的老公就死了 一个人 还带了一个不省心的大姑子 每天一个人养活全家 但是在忙碌当中 他仍然会对自己 有一点要求 会把院子 把屋子收拾的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 柜门的同活 已经很久 久已残缺不全了 可是他的手 老会让这个破桌面 没有尘土 残破的同活 发着光 就母亲就是靠着一双勤劳的手 对吧 把家里的一切弄得干干净净 就哪怕我们家是个穷的家庭 我们家的孩子穿得很干净 我们家过得很干净 这就是对自己的要求 我们可能不是这种富贵的命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 把自己的每一件事情 搞得对吧 认认真真 整整齐齐 板板正正 院中父亲遗留下来的 几盆石榴和甲竹桃 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和爱护 年年夏天都会开许多花 就是泪成这个样子 母亲还是会找时间 去打理父亲留下来的花 一方面是对父亲的怀念 一方面母亲也暧昧 对不对 也热爱这个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东西 所以不管人到了什么时候 不要丧失对生命的爱 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可能现在在家里头出不去 出不去也不代表着你每天就 就整天就躺在床上 对吧 然后随便那么一弄 一个像这个老舍母亲这样的人 一个真正的有好的品格的人 品质的人 不管他在哪里 他都是会把自己的生活 搞得有声有色的 就像是当年有人问孔子 对吧 孔子曾经说我要不去酒仪住吧 我要不去这个 就是比较没有开化的地方住 别人说这个地方漏 对吧 就是漏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非常的脏乱差 非常的不开化不问你 怎么办 孔子说了一句话 孔子说君子居之何漏之有 一个真正的君子去了 不会有任何漏的地方 这个漏最多就是我的 我的用的东西不高级 但是我会把我的生活打理的紧紧有条 我是我对我自己有要求的人 对不对 这个母亲就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 那 我们放在今天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 你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老舍如此怀念自己的母亲 并且他会讲到母亲的种种优秀品质 其实就是这样 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可能你这一辈子是大富大贵的 有可能你这一辈子是普普通通的 甚至有可能你这一辈子是平病交加的 但是最后决定着你是什么样的人的 其实是你对待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你都能够让自己活得对自己有要求 让自己活得有生有死 这是很重要 哪怕是这个母亲家庭情况这么惨 他还是会每年把自己家里边的东西擦的增量 还是会打理照顾浇灌爱护父亲留下的这几盆 石榴夹住糖 让他们每年都开出花来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哥哥似乎没有通过玩耍过 这个哥哥呢 有的时候去读书 有的时候去学徒 有的时候去卖东西 因为我的这个哥哥 也是从小就承担了家庭的重担 母亲含着泪把她送走 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把她接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母亲曾经家里边活不下去了 对吧 就孩子太多了 想到要把三哥送人 但是最后还是不舍得 含着泪把她送走 含着泪把她接回来 哥哥没有 似乎没有通过玩耍过 为什么 因为哥哥没有资格玩耍 就我的家庭负担太重了 所以哥哥要么是去读书了 要么是去学徒了 要么是去卖东西 卖干活挣钱去了 我们说这个哥哥多大 前面讲过 不到十岁 他出生的时候 那这个 他说在我的记忆当中 假如说这个小孩五六岁的时候 这哥哥也就是十五六岁 对不对 十五六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到处去干活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都 我都没有记得他陪我玩过 因为他没有条件去玩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 我只是觉得跟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和三姐 就是我的哥哥要在外面 我跟三姐 每天在家里陪着母亲 因此他们做事 我老在后边跟着 他们浇花 我也张罗着取水 他们扫地 我就搓土 这个小屁孩 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跟在自己的姐姐和妈妈的后面 跟着干嘛呢 跟着劳动 从这里 我学到了爱花 爱清洁 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你看 一个孩子的品格是怎么得到 爱花 爱生命中美的东西 爱清洁 对自己有要求 守秩序 就是不乱 不去搞事情 对吧 所有这些都是跟着姐姐和妈妈学的 所有这些习惯都至今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的时候 不管手里头怎么窘 母亲总要设法的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这是什么 好客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美德呀 就是如果有客人来了 我们家再穷 我们也得招待一下别人 找一点东西 舅父和表哥 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食 就是妈妈这边的 对吧 有舅舅 舅舅的孩子 舅父表哥们 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 知道我们家穷 而这点呢 使得母亲脸上羞的飞红 就母亲知道 自己 这个 家里边 没有条件 所以人家也心疼 也可怜我们 所以人家不用我们买 但我们家来人家自己买 但是母亲总觉得 为什么觉得羞 总觉得没有尽到主人的本分 没有尽到主人应该有的 待客之道 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做面 又给他一些喜悦 他只能通过什么来弥补的 通过自己的劳动 殷勤 多付出 对吧 对他们更好一些 每次能够为自己的 这些客人们付出一点的时候 母亲总觉得很安慰 很高兴 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 很多人是懒得招待别人 总觉得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给我们家添乱 对不对 我本来就上了一天班 够累的 你来了还得给你做饭 但是母亲的这个品格不是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好客 没有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是主人 人家是客人 我们有待客之道 遇上亲友家 有洗丧事 母亲必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 亲自去调喝 为什么要把大罐洗得干净 对自己的 要求 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对不对 亲自去调喝 就是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你说这样的母亲能教不出好孩子来吗 对不对 你说今天为什么有的同学写个字 写个卷子写的 浮皮疗草 龙飞凤 稀里糊涂 最简单的两点 第一你对自己没有要求 这是你写的字吗 你对自己一点要求都没有 如果是一个真正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我写的字一定要漂亮公正 这是我代表着我的脸面 第二是对别人的尊重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字写出去之后 别人看到人家是什么感觉 这来的什么人 对不对 母亲一定会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 亲自去调喝 第一对自己的要有要求 第二对别人有尊重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一个真正的好的这个父母 他带出来的这个孩子 其实受到的是他品格的影响 受到的是他人格的影响 而不是他的知识的影响 分子里也许呢 只是两小两掉小钱 就是家里边确实没什么钱 但是也一定会带上一点 他说到如今 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 就这一点影响到了我 我也很好客 尽管生活很辛苦 但是也特别喜欢 招待别人 对吧 就是有的时候 人家家里来了很高兴 来到家里边 然后也愿意招待别人 因为自幼看惯了的事 是不容易改掉的 潜移默化的 从小的影响 姑母常闹脾气 说我的姑母 就那个 那个大姑 经常脾气不好 她单是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们家里的盐嘛 就是感觉要人命的 对不对 而且特别是 直到我进了中学 她才死去 可是我从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 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就是当别人 别人都为我的母亲感到不服不平的时候 哎 你这大姑子怎么能这样呢 你怎么还忍着她呢 你跟她闹啊 跟她斗啊 母亲有的时候 在别人过来劝的时候 她觉得 我得讲两句什么了 那我母亲怎么说呢 我母亲会说 命当如此 因为我没有受过婆婆的气 我受受大姑子的气也很正常 别人家里边都受婆婆的气 对吧 我就当时在受婆婆气了 母亲只有在非解释一下 不足以平复别人的时候 才会这么说 否则 她是绝对不会这么讲 她说是的 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 穷到老 辛苦到老 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就是我的母亲 从来不会跟别人计较 给亲友邻居帮忙 她总是跑在前面 要帮别人 她总是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衫 穷朋友们 因此可以少花一笔 请姥姥的钱 就是有很多朋友家里边 生了小孩 要搞这个洗衫的这个仪式 我的母亲就会 过去给别人做 这样的话呢 虽然我们家没有钱 但是她可以去帮别人使钱 她也会刮痧 她会给孩子们剃头 她会给少妇们脚脸 凡是她能做的 有求必应 但是朝贼大家 永远没有她 有人可能会说 这个母亲 怎么就这么老实 怎么这么傻 吃了这么多亏 其实不是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传统的美德 就是我一上来给你们讲 我们不去计较 这是大智慧 不去计较 而且 真正的这个大的智慧 最后培养出来的孩子 才是有出息的 才是有出息的 你想一想 如果她不是这样 她每天跟别人斤斤计较 对吧 去别人家里边 扣扣唆唆 吵架 吵嘴打架 永远她是第一个 你觉得她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所以我们中国古代人讲说 吃亏是福 有时候是这样 长远来看 她宁肯吃亏也不斗气 而且她不往心里去 对吧 吃点亏吃点亏 没事 自己心里边能够过得去 当姑母死的时候 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 一直哭到了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了一位侄子 声称有成绩权 母亲就一声不响的 叫她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 还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 也送给了她 就是 我的这个姑母 在死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 没有这个所谓的侄子 她这个儿子就没出现过 结果等她死了 来了个要家产 结果母亲也不计较 叫她搬走了 虽然我们家里面 只有一些破桌子烂板凳 但是任她搬走 还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 也送给她 那母亲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呢 并不是 母亲只是不计较 但是她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 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就是一和团 那个一和团 对吧 庚子那边 联军入城 哀家哀户 更多好客 请加思源学堂微信 思源学堂首字母 SYXT 后面在家101 记住哦 SYXT101 海量教育资源 让孩子更成功 搜索财务机啊 我们被搜了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和三姐坐在墙根 等着鬼子开门 接门是开着的 鬼子一进门 一次刀先把老黄狗刺死 然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了之后 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来 才发现了我 如果箱子不空 我早就被压死了 母亲一点都不软弱 你会发现 这个母亲虽然不跟人计较 但是她非常的坚强 她非常的坚强 所有的命运的苦 她都能正面承担 皇上跑了 丈夫死了 鬼子来了 满城都是雪光火焰 可是母亲不怕 她要在刺刀下 在饥荒中 保护着儿女 母亲为什么不软弱 这里面大家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说前面讲到母亲不计较 对不对 从不计较 但是母亲也不软弱 这两个事为什么不矛盾呢 为什么母亲的不计较并不是软弱 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这一点 就前面讲 母亲从来不跟别人吵 而且母亲从来这个愿意吃亏 但是她毫不软弱 她非常的坚强 为什么 想明白这一点 你就看懂了母亲 尤其是中国的母亲 不地表是因为什么 不软弱又是因为什么 来 各位你们说一说 这两个事为什么不矛盾呢 不计较是不对自己人计较是吗 而不软弱是不对外人软弱 也不是啊 你看她也 她在对别人 也就是对别人不计较啊 我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的不计较是什么意思呢 是母亲不计较得失 这是母亲的不计较 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能吃亏 但是不软弱 是什么意思 是 保护子女 热爱生活 这是母亲的不软弱 就是不计较是 我自己是得失 我自己怎么怎么着 给我多了 给我少了 我不计较 但是如果你要欺负我家的孩子们 那不行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们 同时生活当中的苦 我能够勇敢面对 这是她不软弱的这一面 她说她要在刺刀下 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呢 因为北平那个时候是首都嘛 对吧 在乱世当中 在乱世当中 变了太多了 有时候突然就兵变了 皆是整条整条烧起来 火团落在我们院子 有时候突然就内战了 城门紧闭 铺垫关门 白天晚上想着枪跑 这惊苦 这紧张 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 儿女安全的顾虑 其实一个软弱的老寡妇 能够受得起的 如果我的母亲是软弱的 她哪能受得起这样的苦 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乱世当中 对不对 母亲是非常坚强 一方面坚强 一方面又不计得失 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又对别人很好客 可是这种时候 母亲的心横起来 她不慌 她不慌也不哭 要从没有办法中想出办法 她的泪会往心里落 这点软而硬的个性 也传给了我 这就是她说的软而硬 软就是不计较得失 好言好语 客客气气 硬就是不怕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 我不惹事 我从不惹事 但事真来了 我也不怕事 我对一切的人和事 都采取的是和平的态度 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她说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影响 但是在做人上 我是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的法则 就是我是有原则 什么事都可以将就 但是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所以这道母亲也是一个有界限的人 对不对 你只要不触碰界限的时候 我毫不激进 你要真碰到了我的界限 我毫不软弱 她说这个老舍也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老舍就自己说了 我怕见生人 怕办杂事 怕出头露面 我不愿意跑头露面的 对吧 比较老实 但是如果事真来了 我什么都不怕 非到我去不可的时候 我不得不去 这就像我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农村的妇女 对吧 也不是那种从小到大 就是跟人打交道比较多的 特别老实 整天在家洗衣服干活 下地 不愿意抛头露面 但是等到事真来了 你必须得挺起来 去的时候 扛起来的时候 他是会毫不犹豫的顶上去的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 我起码经过了有念位教师 这个念就是二十 起码经过了二十个老师 他说其中有一些给我很大的影响 也有一些毫无影响 但是我真正的教师 把性格传给我的 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并不识字 他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 读这篇文章最大的意义 我们今天读这篇文章有很多的意义啊 当然我们可以从里边提会到老舍的这种情感 我们去读一篇文章 我们也可以去训练我们的理解 但是今天读的这篇文章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让你明白真正的教育是生命的教育 最重要的教育不是学习任何的知识点 而是培养你的品格 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何安顿自己的心 这就是生命的教育 对不对 所以真正把性格传给孩子是他的母亲 那如果今天 我们这个屏幕前有父母在听的话 你们自己也要想一想这个问题 真正的教师是生命的教育 是把性格 面对人世间一切纷繁复杂事情的品格传给孩子 而不是教这个孩子具体怎么去干这件事 对吧 这道题你该怎么干 今天我们的教育出了挺大的问题 就是今天很多的人都在教孩子具体的干 怎么干这件事 怎么做这道题 怎么写这篇作文 怎么背这个单词 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教的 但是事实上 真正应该教的不是具体怎么干这个事 而是 真正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有什么样的品格 对吧 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遇到困难不怕困难 不着不着急 不急不躁 慢慢来 又有软的部分 又有硬的部分 对不对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 好帮母亲 就是我终于上完了小学 我的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妈太不容易了 他们都希望我去学手艺 这样的话出去打工工作 就能帮助母亲减轻家里的分担 我自己也知道 我应该去找饭吃 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心里面偷偷的 对吧 其实我想要再继续好好读书 你读读这个 你再想想你们今天有多幸福 于是老手说 我就偷偷的考进了师范学校 这师范学校 为什么要去师范学校呢 因为穿衣服 吃饭 书 住 都是学校攻击 只有这样 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哪怕这样 我都心里犹犹豫豫的 虽然我不花家里的钱 但是我也没办法给家里边赚钱 对吧 我这个时候咬着牙给母亲提 说我可以去上学吗 入学要交十块钱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 我的母亲做了半个月的男 才把这十块钱筹到 然后含着泪 把我送出门去 为什么含着泪 不舍得 对不对 这个孩子没离开过自己 含泪送出去 他不辞劳苦 只要儿子有出息 就是哪怕所有亲戚朋友都说 哎呀 不要上学上给你分担吧 哪怕我自己也知道这样 母亲说只要我的儿子有出息 我自己怎么苦都行 当我师范毕业 派为小学校的校长的时候 母亲跟我一夜都不曾合言 这一晚上没睡觉 为什么呀 开心的 激动了 终于熬出头了 我只说了一句话 我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 她的回答 只有一串一串的眼泪 她什么都没有说 所有的苦自己受着 我入学之后 我的三姐结了婚 母亲就剩一个人了 我去上学了 我的三姐也走了 前面我们讲过一句话 说母亲在家里边相依为命的是我和三姐 对吧 现在这俩人都不在了 这俩孩子都走了 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 但是假如她真的有偏爱的话 她应该偏爱三姐 为什么 因为子父亲死后 家里边的一切事情都是三姐在帮着母亲 三姐就像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能为了自己的便利 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在那个年代 一个女孩出嫁不像我们今天 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出嫁 基本上就不回来 就是别人的 就给别人家了 有时候回家醒亲 是一年当中有特定的日子的 不是说你想回娘家就回娘家了 除非你被修了 要不然你回娘家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正儿八经日到了 醒亲的时候回去 所以这个三姐的出嫁 其实就意味着 未来母亲就很少会再见到她 而且家里面的这些活 没有人再能替她分担 而这个小儿子又去上学了 他说哪怕如此 我也要让我的女儿出嫁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为了自己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所以你看这个母亲是为了自己的子女 所有的苦自己一个人受 然后也不说 对吧 很坚强 当花椒来到我们的破门外边的时候 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凉 母亲是心里面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非常非常不舍得 脸上也没有血色 是外边冷吗 并不是 那是阴历的四月 天气很暖 阴历的四月放在今天都已经到夏天了 对吧 人到初夏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 咬着嘴唇 手扶着门框 看花椒慢慢的走 走去了 我的三姐出嫁了 不久 姑母也死了 三姐已经出嫁 哥哥不在家 我又在学校 家里就只剩下了母亲自己 但是她还是需要从早到晚的劳作 小就是天刚刚亮 就是太阳刚出来叫小 自小至晚的操作 可是终日没有人跟她说一句话 就老舍在写这个的时候 对自己的母亲非常非常的心疼 对不对 就这个母亲累了一辈子 到了最后把三姐送出嫁 孩子们又不在家 家里只有她自己 还是要一个人努力的劳动 给家里边赚点钱 补贴一下家里的家用 七年到了 结果呢 正赶上政府畅用阳历 不许过旧年 就是到了春节的时候 刚好又赶上 当时比较乱 政府又畅用 用阳历 用功力 不过旧年 只过元旦 结果呢 除夕 我就请了两个小时的假 从拥挤不堪的街市 回到了清炉冷灶的家中 街市上拥挤不堪 就是因为实际上是我们的传统的年 但是我家清炉冷灶 就我的妈妈一个人在家里 母亲笑了 母亲看到我的时候 一下子就笑了 她多么想 儿女能在她的身边陪着她 但是等到听说 我还得回校的时候 我只是请了两个小时的假 她一下子愣住 没有想到 对吧 这个春节也没办法一起过 但是前面讲到了 这个母亲是愿意为了自己的儿女 牺牲自己所有的 所以半天 她才探出一口气来 就是缓了半天才缓过来 探了一口气 到我该走的时候 她递给我一些花生 你知道这是 最土的东西 但是也是妈妈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我要走了 她递给了我一些花生 她说去吧 小子 没有多说 只是告诉我说 告诉我说 你走吧 小子你快去 街上是那么热闹 当我回学校的路上 我看到大家那么热闹 我进一步的 其实想到的是 我的母亲呀 她一个人多么的孤单 家里面多么的冷清 如此热闹的街市 我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泪已经遮眯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 我又一次的 这个泪水模糊了 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又想起了当日 孤独的过那个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我的母亲那么好 但是在最热闹的时候 大家最热闹的时候 她一个人那么孤独 她当年在家里面那么盼望着我 她说可是慈母 不会再盼着我了 她已经入了土 她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母亲已经去世了 她多么想要母亲 家里边还有一个母亲 在等着自己 但是这个母亲已经不在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珍惜 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亲人 对不对 儿女的生命 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 一直前进的 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这句话 是老舍得一个人生的经验 也就是说 作为父母 总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好 所以她总是会 试图努力的 给自己的孩子 铺一条轨道 她觉得你就这么走 你的人生一定会很好 但是我们每一个 而作为儿女的人 我们总希望走自己 想走的 所以我们不会依顺着 父母所设下的轨道前进 那父母总会忍不了伤心 总会免不了伤心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体谅一下父母 有时候我们作为孩子的时候 会觉得父母很烦 你来干涉我的自由 你来怎么怎么样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 想要让我们更幸福一点 他想让我们未来活得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对吧 儿女总是不一顺着 父母所设下的轨道前进 所以父母总免不了伤心 但是这个时候 父母就会出现两种 一种是强迫儿子 儿女按照自己的轨道来 还有一种是尽管伤心 但是也尊重孩子的选择 只要他的选择是好的 后面那种就是非常伟大 前面那种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他说等我23岁的时候 母亲要我结婚 我不要 因为在传统的思想里面 你知道作为这个老舍那个年代 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受到新式教育的人 跟传统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对吧 老舍23岁了 在古代 在传统来看 早就应该结婚成家立业了 这才是正经的事 母亲要我结婚 但是我不要 我就请来三姐给我说情 结果老母亲含泪点了头 就是他其实并不理解 他不懂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但是他爱自己的孩子 他不愿意让他受委屈 对吧 含着泪点了头 老舍说我爱母亲 但是我给了他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哎呀 这个句子 在很多现代的作家那里 这个句子都是会让他们 突然间热烈盈眶的一句话 我们读过朱子卿的背 我们读过鲁迅的文章 其实在当时的那批作家当中 大家都是这样 时代使他们成为逆子 就是他们是不听话的人 是大逆不道的 但是他们是新时代的人 如果以旧时代的观念来看 他们大逆不道 以新时代的观念来看 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是民主的 他们是平等的 他们追求自己的个性自由 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父母的传统的那一代人来看 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老实说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我非常的痛苦 一方面我很爱我的母亲 另一方面 我也给了他最大的打击 你像朱子卿的背影 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他其实很爱他的父亲 但是他也给了他最大的打击 这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 27岁的时候我去了英国 为了自己 我给60多岁的老母亲第二次打击 就是老实27岁得到机会 去英国的学校里面教书 教中文 他就出国了 他为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和有一个求学的更好的条件 他就走了 但是站在老母亲的角度上来讲 60多岁的老母亲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小儿子 去国外了 那个时候的去国外还不是今天 今天你说60多岁 一辈子培养出个孩子来 出国了 你会觉得很光荣 你会觉得挺好 还在外面留养 然后跟旁人讲也都能讲 但是在老舍那个年代不是这样 老舍那个年代 是把灵魂卖给养鬼子了 而且身边的人都是不能理解的 对吧 他说为了我自己 我给我60多岁的老母亲 第二次打击 在他70大寿的那天 我还不在身边 我还在国外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 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 很早就睡了 他想念他的柚子 但是不便说出来 母亲70大寿的时候 我不在身边 母亲非常的想念我 但是他不愿意说 他为什么不说呢 他不想 给我造成心理上的负担 也不想 他说出来之后 旁边其他的人听到之后 骂这个小儿子不笑 他很想这个孩子 但是他把所有的痛苦都留给了自己 喝了两口酒 自己就睡了 很早就睡了 七七抗战之后 我从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像庚子的那样被鬼子占据了 可是母亲日夜惦惦的幼子却跑到了西南 就是老舍跑去抗战 对吧 就那个时候 北平被日本人占领 他的孩子又不在身边 母亲怎样想念我 我可以想象的到 可是我不能回去 就是我要为这个抗战事业而奔走 不能回家 每一次见到嘉信 我总是不敢马上拆开来看 为什么呢 我怕 怕 怕 这里连续用了三个怕 就说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担心 我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大家注意这里 我是不是其实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如果你说我要表达的顺利流畅 我其实可以直接写 我总不敢马上拆开看 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为什么在这里还要再写一个 我怕 怕 怕 你觉得我圈出来的这一句 有什么用呢 这么写有什么用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总不敢马上拆开 为什么 突出 对吗 是吗 为什么这样就能突出呢 为什么这样就能突出呢 为什么这样就能突出 你用这个突出强调 这个方式来解释是可以的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理解 而不仅仅是去背了一个套 就这里面的怕 其实是他心里面 那个害怕的过程给写出来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像是你特别 你真的特别害怕的时候 你是一点 一点 一点的往前走 假如说今天黑洞洞洞外边 你要在这个路上走 你说我好害怕 你怎么写 你其实是一点 一点 一步一步 往前走 一点一点往前 是 所以这个怕 怕 怕 在这里他用了三个怕 拆开 如果是那种很高兴的 我也可以表示强调 我要强调我特别高兴 哈哈那笑 我可不可以写我 笑笑笑笑 笑得喘不过气来 一般不是这么写的 因为你的那个笑是很激烈的 所以这里的怕怕怕不仅仅是强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怕其实是谨小慎微 就像是他的心理一样 我害怕有不祥的消息 我害怕接到家心 因为母亲年纪已经很大了 我特别怕家心里边有什么不好 母亲不在了或怎么样 人 即使活到八九十岁 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只要有母亲在 哪怕你已经是个老头老太太 只要你的妈妈还在 你永远还是个孩子 但是一旦母亲不在了 你就没有根了 失去了慈母 就像是花插在瓶子里 虽然还有色有香 却失去了根 就是有母亲在的时候 你总会心里边有底 你就这个世界上 总是有人在关心着你的 但是在母亲不在的时候 你就空了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你看后面又醒 我怕 怕 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 告诉我 已经是失了根的花草 虽然我在外面漂泊 但是因为母亲还在 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是有根的 所以在母亲晚年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接到家里边的信 就怕这里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去年一年 我在家信中 找不到关于老母的棋居情况 我害怕 我疑虑 我想象得到 如果有不幸 家中念我流亡孤苦 也许不忍相告啊 他说我过去一年里边 家信里边 竟然都没有提到母亲 我就有点怀疑 我有点害怕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如果母亲真出现什么事 他肯定不让告诉 他们怕我 在外面已经够苦的了 受不了 怕我受不了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 我在八月半写去了 祝寿的信 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 祝福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 使我不再犹豫 有任何的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 由文化劳君的大会上 回来 我接到了家信 我不敢拆读啊 就请钱我拆开信 才知道 母亲已经去世了一年了 这确实让我猜中 家中念我流亡孤苦 不仁相告 但是我的母亲已经一年前就不在 就是母亲在死都没有见到 在死的时候 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儿子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能够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惯养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 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和习惯都是母亲传给的 在里面他讲 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母亲给的 我的生命是母亲给的 我能长大是母亲养的 我心不坏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所有的性格习惯 我做所有事情所依赖的这些东西 是母亲传给我 但是我的母亲一辈子没有想过一天的福 临死前吃的都是粗粮 哎 还说什么呢 心痛 心痛 这就是这个老舍在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真实的心境 所以在母亲去世一年之后 老舍知道自己的母亲不在了 忍着自己的心痛写下了这篇文章叫我的母亲 我们可以体会到在里面母亲这个伟大 母亲的不义 老舍对于自己母亲的爱和他的这个忏悔 对吧 当然这个忏悔不是老舍个人的说这儿子是一不孝的儿子 其实不是这个 而是那个时代给他带来的没有办法 这就是他的命运 他的命当如此 但是这并不妨碍着老舍心中 怀着对母亲的深深的眷恋和愧疚 那我们读完这篇文章 大家想一想 这篇作品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样的情感 哪些情感 表达了哪些情感 还有呢 思念 还有什么 愧疚 赞美 还有感激 对吗 是不是 还有吗 你们有人说的这个敬佩其实在赞美里边 心疼 心疼自己的母亲 心疼 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心疼这个说法是对的 怜惜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心疼 其实如果化成情感 叫怜惜 对吗 好 我们来说一下 所有的这些情感 第一个 老手对母亲的爱 为什么爱自己的母亲 我们现在说爱 为什么爱母亲 爱母亲是因为什么 在文章里面 他写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 为什么 母亲交给了我很多 所以我爱她 是这样吗 母亲有什么值得 我爱的 比如说 第一个叫养育我 对不对 养育之恩 养育之恩 你觉得这是爱吗 这是感激 爱是因为什么 母亲可爱的地方 在哪里 对了 最重要的是母亲的付出 和奉献 是不是 最重要的是母亲 为子女的 对子女的付出 和奉献 这不是最值得爱的地方吗 思念 非常的思念 母亲 母亲的陪伴 母亲的教育 母亲的养育 是不是让我非常的思念 赞美母亲的什么 接下来赞美母亲的什么 赞美母亲身上的 伟大的品质 比如说 勤劳 这个 然后呢 勤俭 对不对 前面有 还有什么品格 好客 坚强 对吗 然后呢 这个不计较 就是大度 还有什么 赞美她的 奉献精神 质朴 乐于助人 等等等等 这些美好的品质 感激 感激母亲的 养育之恩 感激母亲的 对自己的理解 宽容 对吧 就是这个 里边讲这个儿子 其实是 从当时的人来讲 当时的概念来讲 是不孝子 叫逆子 但是我的母亲 是理解宽容的 最后 有对母亲的联系 为什么联系 联系她的苦 联系她的泪 联系她的孤独 对吧 这是对母亲的联系 所以这篇文章当中呢 所有这些情感 我们从这个 我的母亲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 怎么去表现 这些东西 是用 每一个细节 像跟我们 拉家常一样 把每一个细节 讲出来 对子女的付出 奉献 怎么看出来的 对吧 这个养育子女 理解宽容子女 主要是两个形象 主要是两个人 一个人是三姐 一个人是我 怎么对三姐呢 就是 再不舍得 也会把这个 也要不为自己的便利 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在三姐出嫁那天 就联系 她挣扎着 咬着嘴唇 扶着门框 看着花椒 徐徐的走去 对我呢 供我上学 供我读书 全家人 外边的亲戚朋友 都说 这个 不要再去读书了 可以干活了 对吧 然后 我想升学 我想上学 母亲答应 我在除夕夜 请了两个小时回家 母亲特别高兴 因为可以 有孩子陪着她 一起过个年了 那没想到 孩子还要回去 叹了口气 让她回去了 对吧 所有的都是 牺牲自己 成全子女 这就是在里边 讲到对子女的付出 奉献和成全 里边去写 母亲对我的陪伴 教育养育 这里面主要是 第一个 就是 我 出生没多久 鬼子就进村了 然后 在这个时候 对吧 母亲是一个人担起了 我们全家的这些孩子 把我养大 把我长大 然后呢 在这个生活当中 是我们全家 是靠着母亲洗衣服 缝补 裁缝衣服 来吃饱的 母亲每天都忙到半夜 从早到晚 中年没有休息 第三就是 这个养成了我们自己 对吧 爱清洁 爱花 就是爱美 对吧 然后守秩序 让孩子们虽然 生活过得苦 但是并不无聊 但是在生活当中 并不是完全没有乐 同时 好客 好 然后赞美他的所有的这些品质 比如说勤劳 刚才讲过了 比如说好客 就是别人家里边有什么事 自己一定会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去 而且会送上 这个一点 份子钱 对吧 哪怕是两吊小钱呢 然后人家来家里边 一定要设法弄点东西去款待 哪怕家里很穷 如果说实在拿不出东西来 自己家里边的 他觉得 很不好意思 也会很殷勤的去给他们 闷酒做面 招待别人 好客 坚强 对吧 前面讲到了 皇上跑了 丈夫死了 鬼子来了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是常年 自己的子女又不在身边 非常的坚强 大度不计较 从来跟别人不计较 吃亏是福 吵架 吵嘴 打架 永远没有她的份 对吧 当然这个母亲 一生苦累 孤独 所以老舍感到非常的怜惜 心疼 想到自己的母亲 这一辈子觉得很不容易 那 当然这个母亲最后的劳累是值得的 因为她 赢得了 所有人的尊敬 也培养出了非常好的这个孩子 好 这就是这篇文章 叫我的母亲 好 稍后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读书任务 这一段 让大家进行放弃 每接到家信 我总不敢拆开看 我怕 怕 三个怕 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 即使活到八九十岁 有母亲便可以多少 还有点孩子气 失去了慈母 就像花插在瓶子里 虽然还有色有香 但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 心里是安定的 所以对里面讲说 我一开始讲怕怕怕 怕有不祥的消息 后边讲为什么我会害怕 这个地方是解释 我害怕的内心的这个过程 我怕什么呢 我怕失去了母亲 就失去了根 对不对 后边就解释说 那为什么有母亲的时候就不怕 因为只要有母亲 还有点孩子气 但如果失去了母亲 就像是花插在瓶子里 失去了根 后面就又讲 我怕 怕 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 告诉我 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所以在这里边 其实它有一个递进 发现了没有 就是前面的这个害怕 叫害怕有不祥的消息 后边是害怕 害怕这个消息 是告诉我是已经失了根的花草 中间这个部分是解释 是什么叫失了根的花草 这就是这一段的 这个基本的结构 对吧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基本的结构是什么 他讲的是说 我害怕一个东西发生 首先是每次接到家信 我总是不敢马上拆开看 这是我具体遇到的事 对吧 我家信来的时候不敢看 怎么不敢看呢 为什么不敢看呢 我害怕有不好的消息 但是这个时候 不好的消息是什么 没有明确的说 然后最后一层写 我害怕 这个不好的消息是告诉我 是已经失了根的花草 这是一个比喻 而这个比喻 失了根的花草 在中间这一句里 进行了一个解释 什么叫失了根的花草 失去了母亲 就像是失去了根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关系 第一句 是一个 第一句和第三句 是有一个递近关系的解释 中间这个部分是具体的心理的描写 并且通过这个心理描写 把最后这一句 这个比喻给解释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同学们写的 第一位 青岛的张寒志同学 也也过不兵在床的那段时间 每逢听到电话铃声 我总不敢马上接起来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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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有那不幸的消息 这写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层 心理描写是什么呢 童年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光 总是那么美好 可以肆意的撒娇 任性 失去了爷爷 便似那断了线的风筝 你看这里 需要用一个比喻 对不对 虽然还能飘荡 但是再也落不回 其实的地点 写得非常棒 有爷爷的人 心里是幸福 然后后面写 我怕 怕 怕电话那头 带来不好的消息 告诉我 已是断了线的风筝 是不是把这个句子 拿到第三句上来了 写得很棒 这张寒志同学写得很棒 好 这是第一位 还有第二位 第二位是宁波的 盛项雨泽 眼看 发试卷的同学 望向我这里 我的心脏就开始 止不住的乱跳 砰砰砰砰 发试卷的同学 快步向我这里走来 看到他皱眉的表情 我就开始有心理活动了 是不是我考杂了 快寂寞考了 这次再考察 状态没有调整好 这学期的奖学金 就要离我而去了 千万不能考杂 这是一个小的心理描写 对不对 不一会儿试卷就递到了我的桌前 我连忙一手捂住分数 一手捂住双眼 这个细节写得非常的有意思 其实你五分你也看不见 五眼你也看不见 但是他说我一手五分一手五眼 这就把我的那个害怕的这个样子 给表现出来 写得很好 我怕 这里只用了一个怕字 但其实你可以多用几个 对不对 怕考不好被同学数了 怕考不好 不敢跟父母交代 怕考不好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理队 心脏你蹦到了嗓子眼 我微抬手指 目光通过指缝望向视觉 这个小细节显得很棒 虽然它的结构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它不是模仿的这个原文的那个结构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整个的心理活动写得很好 而且中间有一个很漂亮的细节 就是一手捂住分数 一手捂住眼睛 对吧 然后同时呢 这个又从手指微抬啊 然后从指方里边望向那个视觉 写的这个部分相当不错啊 那如果使用原文的这个结构 我们可以怎么改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可以怎么改 首先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发试卷的同学快步向我走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我们稍微把它改一改啊 比如说发试卷的同学快步向我走来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然后开始写我的心理 我的心开始碰碰乱跳 我怕用原来的这个结构 怕 怕 怕考杂了 怕这次 或者怎么讲 叫这次 期末 给考杂了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叙述 然后接下来开始讲 你为什么害怕期末考杂 对吧 就中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具体的心理描写 他这里边讲的是 我为什么害怕考杂了 我考杂了会怎样呢 他写的第一个 我考杂了害怕的叫讲学经理 我而去 第二个呢 叫考不好被同学数落 考不好 父母没法交代 考不好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大逊一顿 在这个地方 可能需要有一个比喻在 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写 就是首先把它的细节写出来 每次考杂 我总不敢面对 父母 的询问 对吧 不敢面对 同学的眼光 也不敢面对 老师的 比如说叫什么 关心 对吧 或者是 父母的关心好一点 老师的询问吧 我们把这里调一调 就像 什么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 考杂的时候就像什么一样 就像犯了 天大的罪 对吧 假设说 我们用一个 很普通的 就像犯了天大的罪 这是不是就是你的第二个部分 你的心里写完了 然后 第三个部分 第三部分回来 现在叫做 我往下写 同学 把试卷 扔给我 我赶紧 遮住 自己的眼睛 我怕 怕 怕自己 有 怕这个 发现 自己 又犯了 那 天大的过存 这个 结构是不是就跟 刚才我们的 这个原文的结构是一样吗 你看 他一共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 事情发生 我开始害怕 我怕 怕怕 怕什么呢 怕这个什么事发生 这个地方 其实最好不要写 期末考杂了 对吧 应该写 不能直接写 应该是 怕 看到 那先红的分数 就是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是吧 然后后边再写说 我的心理活动 每次考杂了 我总是不敢面对 父母的关心 不敢面对同学的眼光 不敢面对老师的询问 就像犯了天大的罪过 然后这次再次回来 同学把试卷扔给我 我赶紧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怕怕怕怕 发现自己又犯了那天大的过存 是不是 这个感觉 它的结构就是跟原文的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对吗 但是这个我们同学自己写的 把这个结构抛开 我们同学自己写的这个细节 写的是非常好的 细节写的是很好的 只不过防写有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模仿一下原文的结构 好 我们来看第三位 石家庄的王玉田同学 每每回到那以往无人居住的家中 我都不敢轻易触碰那一岁的幼石手工 每次回到老家 我不敢碰那个一岁的小时候做的手工 我怕怕怕怕 毁坏了的手工 毁坏的手工 同快乐的记忆消散 童年的回忆是让人 即使在黑暗时刻 仍能得到幸福的美味糖果 失去童年与失去了割喉的鸟儿相差无几 童年的人是拥有青鸟的 这个写的很漂亮 我怕怕怕毁坏的手工告诉我 我已是失去割喉的鸟儿 是不是写的非常好 才十岁啊 写的很棒 写的非常棒 而且中间这个比喻也很漂亮 说 拥有童年的人是拥有青鸟的 这一看就是读书了的 对吧 失去童年与失去了割喉的鸟儿相差无几 写的非常棒 好 第三位 第四位是江苏的这个徐自谦同学 每次接到电话 我都不敢马上接听 我忧忧忧 忧是那不祥的消息 我担心 这里面写的是我担忧 但是担忧我觉得其实不如怕更好 因为你接到你担忧是个什么情况 是你没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再担忧 有事发生了 其实是结果出现了 这个时候最好你表现出来的是怕 而不是忧 在平时你可以忧 结果出现的时候是怕 对不对 人即使到四五十岁 有奶奶多少还有谈话书心的人 失去了爱我的奶奶 便像是树的叶子在春天时枯萎凋零了 只剩下了枯枝败叶 有奶奶内心总归还是觉得有依靠平静的 我现在很害怕 害怕电话里传来噩耗 宣布我是一棵枯枝败叶的树 这个小比喻写的是不是也很好 关键 你会发现这个仿写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你在中间的心理描写的 部分加入了这个比喻 对不对 就是如果失去了奶奶就像是树木只剩下了枯枝败叶 后面说我现在就害怕传来噩耗 告诉我是一棵枯枝败叶的树 对吧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漂亮就漂亮在这 第五位 我前面我前面写那个我说像犯了天大的罪过 他这个是没有考好的就像被挖掉新的笔杆 是吧 成绩优异的人心里是踏实自信 我特别害怕 怕老师的信息带来不好的消息 告诉我是已经是失了新的笔杆 这个写的也不错 这是第五位 第二位南京的宋和恒同学 每逢拿到分数条 你看大家都是害怕看分数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谁的这个写的更漂亮 我总是不敢先看分数 这时候关键就是说 你看到分数 然后分数特别差的那一刻 你的感受像什么 比如说很普通的就是像犯了罪 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这个祝贺新同学写的 我像丢了心 你看宋和恒写的是什么 宋和恒写的是 好像是从山上掉入谷底的岩石 对吧 他说哪怕深经百战有个好成绩 也会让人心情悦一会儿 反之则正如跌入谷底的巨石无助 绝望 然后是啪的一声巨响 接着就粉身碎骨了 有个好成绩 心里在而舒坦 但是我怕 害怕 我怕变成了跌落的岩石 这里其实 把它改一改 你会写的更漂亮 就不是说我变成了跌落的岩石 而是怕什么呢 怕 岩石 跌落 到谷底 这是不是就跟你前面这个地方接上了 我怕 怕 怕 岩石跌落到谷底 对吧 对吧 这是不是就跟前面对上了 好 最后一位 是上海的张涵同学 每逢发成绩的那天 大家写的都是发成绩 我总是不敢第一时间看自己的成绩 我特别害怕 我怕什么呢 怕自己没有考好 这个 就稍微有点直接 你最好是说听 怕看到那不愿 或者那惨不忍睹的分数 怕看到 怕听到那不愿 或者接到那不愿直面的消息 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 后面讲 人即使成绩稳定 碰到考试也总会有惊慌失措 没有考好就像遭过雷劈的数 无精打采 考好了的人总是精神采意义的 所以他讲的是 没考好的时候像什么 像一棵被雷劈掉的数 我特别害怕 怕考卷上写着不理想的成绩 告诉我 已经是遭过雷劈的数 这里不是告诉我 而是把我变成被雷劈过的数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你已经被劈过了 是我看到分数的瞬间 把我变成了 这个遭雷劈过的数 好 这是大家写的这个防写 当然你们写了这么多 害怕看到分数的 因为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我也跟你们说两句 不要那么怕 为什么呢 我之前说过 其实分数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结果 你并不能够决定这个结果 你学的再好 你也不能决定结果 当然你说我学的不好 那你这个结果是铁定了不好的 当然你学的再好 有的时候结果也不完全被你 所作用 对不对 很多时候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过程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在考试之前 学习的 努力学习的过程 你在考试过程中 认真对待的过程 是最重要的 至于那个成绩 只是一个数 大家要知道 真正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就像是我们 今天跟大家讲说 这个老舍的母亲 结局 他生命的结局 对吧 不见得是有多好的 但是他为什么 如此的受人尊敬 主要是因为他在过程当中 付出了 他的全部的努力 体现了他的美好的品格 对吧 我们人做每件事情 都是这样的 那考试也是这样的 当然很多时候 你过程认真了 对待了 你的结果往往是好的 那有没有可能 过程认真对待的结果也不好 有可能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命 这没有办法 你们后来慢慢也会知道 比如说中考高考 这样的大型考试 真正决定你命运的考试 也有很多人啊 平时学习特别好 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 但是就是在中考高考的时候 没有考好 这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我们叫他叫命运 如此 坦然接受 但什么时候你不能坦然接受的 就是 你本来也许可以 考的好一些 对吧 只因为你平时不努力 不认真 而导致最后自己没考好 这种事情是我们无法接受 我们可以接受的是 我们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努力 我们对得起自己 所以这个结果 怎么不好 我们都可以接受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 我们自己连努力都没有努力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懒 我们自己不认真 对吧 而最后拿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所以 我们有句话叫 但问耕耘 莫问收获 是不是 但行好时莫问前程 大家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就像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作品 你的母亲 我们中国人的优秀的品质 传统的品质 就是 但问耕耘 莫问收获 很多时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但是你辛辛苦苦耕耘 最后天有不测风云 那也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要看得开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老舍的这个作品 叫我的母亲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 第十五奖 大家 认真的去 完成这个读书任务 我发现大家最近的读书任务越写越好了 很多同学 虽然我们每次只能点评七个人 但是你们的读书任务 所有的 有奖杯的 都越写越好 就做到这个读书任务越写越了 所以我们可以上座 盖心迺接着 这个读书任务越写越写越写越 有伟越写越写越写越吗 我没有用